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蓝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9月25日 更新几条消息 距离新赛季只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今年夏天联盟诞生了很多赢家和输家 向雷霆 他们得到了卡鲁索和哈尔滕 实力有了一定的提升 载入国王 租建了福克斯加德罗赞加小萨伯尼斯的三巨头 实力肯定是变强了 还有马刺 保罗和巴恩斯的加盟 让他们具备了冲击季后赛的实力 输家方面 绝境和护人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前者失去了波普和雷吉杰克逊 为少艺人无法解决决 金替补阵容糟糕的问题 护人则是休赛期没有得到任何补强 甚至普林斯和丁维迪还离开了球队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勇士 从休赛期的运作来看 外界对于勇士的评价褒贬不一 有观点认为他们跟护人一样都在走下坡路 但也有观点认为勇士比上个赛季更强了 毕竟失去了保罗和克莱 毫不夸张地说勇士确实是在门声发大财 他们是休赛期运作最被低估的球队之一 很多球迷只看到保罗和克莱离队 殊不知勇士也签下了众多新援 比如就在今天他们又有了新动作 据报道称勇士和坤顿波斯特签下了一份双向合同 波斯特是今年的第52顺位新秀 有着2米13的身高 虽然顺位靠后 但波斯特的个人能力并不差 他的选秀模板是雄鹿的大洛佩兹 或者是凯尔特人的霍福德 波斯特大学期间 场均能得到17.0分8.1篮板2.9助攻 场均能投3.3个三分 三分命中率43% 从数据变客得知 波斯特是一位能投三分球的中锋 属于高手炮 和匈鹿的大洛佩兹很像 勇士这波堪称是神操作 因为波斯特的球风很适合他们 展望新赛季 勇士甚至可以排出5Y的阵容了 波斯特今年24岁 被认为年龄天大没啥潜力可挖 这或许就是他顺位靠后的原因 但波斯特明显被低估 除了投篮外 他还擅长勾手和抛投这样的进攻手段 而且效率相当高 他身高2米13 地站2米20亿 需要注意的是 波斯特还具备出色的传球能力 踏实也开阔 又有着不错的高位侧应能力 且护框能力也还可以 非常全面 他是勇士最需要的那种内线 这波前约真是大赚 当然了 波斯特也有短板 比如跑跳缺乏爆发力 不擅长内线强攻 不过身在勇士 波斯特能做好投篮 侧应呵护框便可 他根本无需在内线的分 再签下波斯特后 勇士阵容大名单已经来到了17人 其中有两人签的是双向合同 空位 库里 梅尔顿 小佩顿 木迪 李克曼双向合同 分位 希尔德 波杰姆斯基 斯盘赛 沃特斯 小前锋 维吉斯 李凯尔 桑托斯 大前锋 追梦格林 库明家 中锋 卢尼 戴维斯 波斯特双向合同 勇士休赛期虽然没有太多操作 但没比前约都堪称是精品 李凯尔 希尔德 梅尔顿和波斯特 他们都是不错的集战力 希尔德不比现在的克莱叉 李凯尔又防守 梅尔顿进攻和防守都挺好 波斯特又能投篮 总上所述 勇士实力相比上个赛季无意是提升了 像ESPN给出的西部排名预测 勇士排第八 至少能进附加赛了 这无意是库里期待的结局 忽人才是真正的大输家 预测排名维希不第十一 另外 快船这边 明记Science报道称 快船球星科怀伦纳德在休赛期接受了膝盖手术 一解决膝盖肿胀和炎症问题 晚些时候 快船篮球运营总裁弗兰克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此事 说道 伦纳德目前的状态不错 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他膝盖的炎症和不适感已经明显减轻 但是还未完全消失 出于健康角度考虑 伦纳德将专注于力量训练和复合管理 会缺席一些训练 尚未确定能否在节目站复出 经年休赛期 美国南篮基训时 伦纳德因为膝盖问题参加了几天训练 拍了大合照后便退出了球队 没有参加巴黎奥运会 这也应该是他下定决先接受手术的原因吧 据悉 接受膝盖手术后的球员最少会有6到8周的康复期 具体时间要看球员身体状况 而莱安纳德何时能够出战 目前没有时间表 莱安纳德在这些年接连经历商壁 外界给他贴上了玻璃人的标签 而快船一直希望莱安纳德能够恢复健康 这也是他们今年年初时 与莱安纳德提前完成三年续月合同的最主要原因 但这次快船很可能又要失望了 莱安纳德有着出色的身体与技术天赋 嘴出在马刺时 莱安纳德就是波波维奇非常喜爱的球员 后来 莱安纳德在猛龙收获了总冠军 声明了自己 此后 莱安纳德与乔治一起来到快船 组建了超巨豪华阵容 但不曾想 这个超级组合距离总冠军并没有更近 而今年夏天 乔治离开快船 这让莱安纳德身边的巨星只剩下哈登 雪上加霜的是 莱安纳德的腿伤不见好转 不得不再休赛期接受手术治疗 上三季常规赛尾声阶段 莱安纳德的腿部就出现了问题 当时诊断结果显示是 腿部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肿胀 这让他缺席了常规赛最后八场比赛 与独行侠季后赛开始后 莱安纳德直到第二场才出战 但也正是这次的着急复出 让他的腿伤加剧 莱安纳德直打了两场季后赛 就再也无法坚持 快船也被对手淘汰 伤赛季结束后 莱安纳德对右腿再次接受了手术治疗 这也是无奈的选择 实际上 最近三年 莱安纳德对右腿反复出现伤病情况 202122赛季 莱安纳德因腿伤赛季报销 202223赛季 莱安纳德在戒后赛中再次腿部受伤 伤赛季同样如此 虽然莱安纳德在这几年反复被伤病所困扰 但快船队仍然对他有着很大的期望 今年1月10 快船提前与莱安纳德完成了为期三年 总价1.524亿美元的续月 这让双方的合同演长到202627赛季 今年夏天 快船未能成功留下乔治 但他们并未失去信心 快船既希望与莱安纳德能够在新赛季带领球队冲击总冠军 但新赛季还没开始 他的腿伤似乎将要成为定式炸弹 快船很可能又要经历一个令人失望的赛季 另外今日 快船主帅泰伦卢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并表示球队后卫詹姆斯·哈登新赛季的队内角色将升级 如说道 秀赛7球队主要球员离队后保罗·乔治加盟76人 哈登将在新赛季承担更多责任 他会有更多持球 投篮 得分的机会 上赛季 哈登为76人交易到了快船 随后代表球队出战了72场常规赛 场局上场34.3分钟得到16.6分5.1篮板8.5 助攻1.1抢断0.8盖帽 多项数据创下近十年来新低 尽管随着年纪增大 伤病变多 哈登的竞技状态呈现了明显下滑的趋势 但是他上赛季季后赛的表现证明 只要给足球权依然能打出优质领袖的水准 新赛季随着乔治的离队 一击小卡可能要缺席一些比赛 哈登必然会在进攻端承担更多的责任 他的数据也注定将水涨船高 可以预见的是 只要不出现意外的伤病情况 哈登有望在新赛季重返全明星和最佳阵容 而哈登也晒出了最新训练招 配文 提升加魔力 他和快船队友们一起被崭新赛季 不少球迷感慨 哈登又瘦了 从照片上来看 哈登的体型和修赛季相比确实有些不同 训练照片中 包括哈登突破 跳投的画面 他的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 这个修赛期 乔治离开快船 加盟76人 快船的核心阵容从三巨头变成双核 对于哈登来说 他的进攻压力又增加了不少 很多球迷期待看到火箭灯的出现 期待哈登的得分数据有所提升 此前 数据媒体CrazyStacks 统计了自一99697 赛季NBA引入挥和追踪数据以来的3加1数据 哈登上赛季完成了其职业生涯第100次3加1 成为NBA历史上首位达成这一成就的球员 不过 外界并不是那么看好哈登 Hoop Shipe的新赛季排名中 哈登只排在第47位 而CBS的新赛季排名中 哈登也仅立第44位 新赛季 哈登能否用自己的表现打脸这些排名 从历史角度来看 拥有哈登的球队 声令还是很有保障的 数据显示 过去10年场归赛加进后赛胜场数前4的球员 依次是追梦546场 库里542场 哈登519场和霍夫的507场 哈登的获胜场数进入前三 新赛季 快船被认为获胜场数可能会下跌到40胜左右 上赛季他们是一支五十一胜的球队 哈登和小卡能否扛起这支球队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快船篮球运营总裁弗兰克参加了球队媒体日活动 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在他闹与球队风位摇摆人曼恩的续约进展时 弗兰克说道 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一直在和曼恩的团队就续约问题展开讨论 球队非常看重曼 希望他能长期为快船效力 曼恩也希望能继续留队 我对达成续约充满信心 目前曼恩的合同还剩下最后一年 根据新的劳资协议规定 他要资格得到一份四年最高8100万美人的续约合同 先年27岁的曼恩是19年次轮第18顺位秀 在NBA打了五个赛季军委快船效力 累计出战345场常规赛 场均上场22.3分钟得到8.2分3.6 篮板1.9助攻0.5强断0.2盖帽 三项命重力为50.3% 37.3和79.3% 笛者认为 买身体硬朗 出琴率高 愿意干赞活类活且拥有联盟西区的3D属性 在雷蒙薪资飞涨的情况下 用这份合同续约慢事不亏的 况且也能把它当作筹码 取款全名星级别的球员 这比起明年合同到期白白流失要好多了 种种迹象表明 距离慢和快船达成续约只是时间问题了